今天真的是夭壽啦 台北周五更標迫攝氏38度 不僅是台北市今年以來最高溫 更創下白雲年來 六月最高溫記錄 瘦在路上都覺得自己要融化了 這時該怎麼辦呢 我愛夏天 有沒有用呢 多多沙沙還是會有用 就像我機車一樣 就是給我女朋友坐的時候 我上面也會灑一點水抹一抹 椅子比較會涼一點 沒有 就是沒有效果 我完全沒有降溫的效果 感覺只是視覺效果吧 天氣是很必要靠 好像在百貨裡面 就可以用免費的冷氣 要舒服 我一直很怕 我現在根本就是流不來 在加溫裡面就是很害的 看來躲進百貨吹冷氣很有效喔 業者也表示 尤其是中午及下午時段 百貨內餐飲樓層 都會湧入大量人潮 但如果逼不得已 只能待在外頭 不停開水 其實不能直接熱喝 血壓會崇高 可能要嘴巴稍微含一下 慢慢吞下去 從外也可以 那...那...那...那是有點刺激 謝謝 但通常都用炸...炸了就好了 擺帽子撐陽傘 那個當然有用 那個有用 而且我們除了熱之外 就擔心紙外電影的傷害 中國中心 台北報導